美人魚傳說讓世人津津樂道 美國有一名水手在1906年 他從日本帶回一具人魚的木乃伊 畫面上你看到 他有一個人臉張大嘴巴 有魚的身體 但最近科學家才透過X光跟電腦 斷層掃描 對這個木乃伊進行研究 才驚覺根本是假貨嗎 但這世界上到底真的有沒有人魚呢 一名美國育夫錄到一段神秘的影片 黑夜的大海上 不但聽到歌聲 還有這個不明的生物 跟水手玩拋接 惠貞姐 這個人魚現在講 100多年的人魚木乃伊 怎麼可能會是假的呢 對 事實上到底有沒有人魚 我們對於海洋 這個世界裡面的知識 我跟你講根據統計 只有5%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換句話說有95%海底下生物 是我們可能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知道 沒有辦法被驗證的 現在你看到人魚傳說已經非常久了 但這個到底是人魚嗎 現在傳出來是一個 美國的一個水手 在1906年的時候 從日本看到了這一個 所謂的人魚木乃伊 他實在覺得太新奇了 而且他本身是水手 他覺得東方竟然有這樣子的 一個文物 太特別了 我一定要帶回到我們美國那邊 然後好好的研究一下 當時他帶到美國之後 他就捐給了二愛二洲的一個博物館 然後博物館到後來 也都沒有進一步的釐清 人家就講說這個你看起來 他其實很有趣 他的個頭不高 臉看起來有人口的一個形狀 然後牙齒感覺上就是很尖銳 然後嘴巴是張開來的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 它是有個爪子 有沒有看到 他手像是個爪子 然後他下半身 感覺上是比較像魚一樣 是往上順順的下來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頭髒 竟然有毛髮 灰色的頭髮 那就是人 所以人家想說 是不是真的是人魚 但是人魚我們以為是美的 這可能是不知道是不美的 有點恐怖 對 是怎麼回事 結果後來現在 就是有用一個比較新的科技 進行相關X光的檢驗之後 發現原來它是三種生物的 一個結合 哪三種 猴子的頭跟軀幹 手則是像兩棲的爬行動物 像是蜥蜴 鱷魚這些 最重要的是 尾巴看起來是未知品種的一種尾巴 就魚尾巴 所以換句話說 人家說這看起來 感覺是三種生物的結合 拼接的嗎 還是說是三種生物混種的呢 他們就不知道 因為已經死透了一百多年 這樣看起來 他們是認為說 看起來是假的可能性比較高 但是你知道 類似的傳聞其實層出不窮 除了你剛剛提到 一百多年前的一個人魚之外的 木乃伊之外 最新的 這不是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這是在2021年 對 這兩三年的事情 而且是一個美國年輕人 他其實從小到大 就在海邊長大 他是個水手 一樣的 他住在麻省這邊 結果他一年大概有 大概八九個月都在海邊 你看 現在看到畫面 他是漁夫 他幾乎都住在海上 對 他就是水手 就漁夫 你應該講漁夫 然後他就說 你聽到聲音了沒有 這聲音實在太特別了 這什麼聲音呢 會不會是就是海豚 海豚的聲音 有細細的尖叫聲 對 後來就有那個 因為他是開直播 然後這邊就是跟網友 然後把影片傳到網路上 網友說不是 這不是海豚 海豚是低聲頻的這個 所以他聲音是比較低的 這是尖銳的 尖叫的 然後就很多人說 感覺上好像是 女生的尖叫聲 是不是 就是美人魚 然後他就說 是嗎 是美人魚嗎 就8月3號 有這樣的影片上傳 後來沒有想到 一個禮拜之內 他竟然有兩 三度 就拍到 你現在看到影片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遠遠的有一個 對 就是那個鏡頭的地方 有人在追著他 而且不是只有這一邊 另外一邊也一樣 有一個長長的細條狀的東西 對 追著他跑 結果他們就開玩笑講說 是不是他被美人魚給看上了 打丟 所以美人魚在追著他 事實上其實你可以看到有生物 但是什麼生物呢 其實完全不知道 但是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他連續在一個禮拜之內 8月3號 8月5號 8月7號 都有類似的一個影片出來 然後你在手上看到 是他捕獲的魚當中 竟然有看到那個類似魚尾巴的一個 最大型的一個骨骸在 所以他們講說這骨頭是什麼呢 就把它送去 一樣是送去相關的檢驗 結果檢驗出來就講說 這不是我所有知的任何魚類的魚種 所以要不然它就不是魚 要不然它就是魚種 但是是我們目前沒有辦法被窒息的 那不管怎麼樣 有的人就說怎麼都是 所以有一些奇怪的事情都被你遇到 你應該是騙人的吧 結果有人猜說你是騙人的 結果你說他是騙人的嗎 他就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 什麼有趣的實驗呢 他就說你看這是螃蟹 我決定把它丟在海裡面了 你一直跟著我 好 那賞給你 給你吃吧 一會兒他竟然拍到 從水裡面丟出那個螃蟹回來 這個人魚還跟他玩拋接 對 就像說 他丟了螃蟹出去 螃蟹還丟回來 他被廢貨 不好意思 我不吃這麼差 所以不知道 反正就是 然後就因為 你看他丟下去 丟下去 對 然後拍一拍之後 這怎麼跑回來了 對 因為有這個被拋接回來了 畫面之後 有人說太假了 你是太狠了 假到他們認為說真的是 你覺得是他個人在造假 那不管怎麼樣 因為後來一個禮拜之內 接二連三張影片 他PO在臉書上 那個IG上之後 結果他被禁了 被禁的理由是說 你在怪力亂神 不可搞 已經被嚇架了 但是他自己卻認為說 沒有沒有 我覺得 這應該是有不可說秘密 是不是 而且這個最神奇 這什麼東西 真的有一個 感覺上人頭的地方 類似一個頭 對 結果他們就說 他應該是一個女孩子的頭 問題是 那時候是十月份 怎麼會有人十月份 還那麼冷的情況之下 而且在汪洋大海裡面 加一顆頭 你也沒有看到有船 沒有看到任何地方 所以他就有這樣 影片就不斷地出來 那後來這個有趣的是 這一個男生相關影片出來之後 他竟然有出了車禍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就開始說 我覺得有人在跟蹤我 有陰謀論 有陰謀論 我覺得應該有人在跟蹤我 然後我覺得 是不是我好像已經 有戳破了一些不可說的秘密 然後也是因為 他這個相關影片出來 美國的政府單位 竟然就派駐到那邊 然後也進一步的跟他 好像進行相關的調查 要戳破 你到底是說這個 這一切的一切 是你個人在那邊故弄玄虛 還是真有其事 結果沒有想到 從十月這個漫漫之後 他這個人雖然在網上上 還是有相關的PO文 但已經不再去PO這些 人魚的傳說了 好 所以有不能說的秘密 還是說這是一個秘密 什麼國家的實驗計畫 才有人魚 大家不知道 但這位小哥可能近期 不能再拍影片給大家分享了 但說人魚不只是美國有 其實過去聽說台灣的澎湖 也有人魚嗎 是 我們現在人魚的傳說 事實上真的是還滿多地方 有的包括這幾年 從不要說這幾年 從大概90年 1990年 91年的時候 就包括南斯拉夫 美國這邊都有 比較特別的一件事情是 你說一個什麼水手漁夫 發現就算了 他們在美國海洋 海洋紀大氣總署的一個科學家 官方單位 官方單位 他曾經怎麼樣 他在太平洋 錄到一個神秘的聲音 然後他們都錄到 這個神秘的聲音的時候 發現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有頻繁的 鯨魚擱淺的事故發生 而且當然兩三年之內 都一樣 就是在太平洋的底下 在一個夜深人間發 就是他 就是他就說你有沒有聽到 真的有相關的聲音 而且那個聲音 一樣是屬於比較高頻率 而且那個聲音一樣也是 目前的魚類所沒有被偵探過的 相關的訊息 然後比較吊詭的是 只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出現的情況之下的話 就往往就會發生 鯨魚擱淺的一個大規模的一個事件 聽到聲音就會發生鯨魚擱淺 而且不只是一次 對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類似的一個 所謂的沒人魚 然後一個出現 在那個時間點一個出現 然後導致有其他的海洋生物 驚嚇或怎麼樣 有這樣擱淺一個事故的發生 那另外就是在91年的時候 南斯拉夫這次是黑掉了 黑掉了什麼 據說是美人魚的化石 而且會這麼大 173公分 然後它下面 這個化石其實感覺起來 其實還滿完整的 一樣也是一個感覺上是磁性 然後也是一個骨架 上面是人的一個骨架 下面是魚身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是有鋒利的牙齒 跟強壯的一個 這個雙鱷 所以感覺起來是這麼壞 所以又回到人魚的傳說裡面 其實它用歌聲 來迷幻一些水手 當水手過去之後 它就開始吃人 不知道到底是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狀況發生 但確實 美人魚 或者是到底有沒有這些事情 真的是目前為止 大家都很想要釐清的一個真相 另外一個就是剛您提到的 什麼呢 竟然我們的澎湖 也有這樣的一個傳說 難道我們去澎湖 也可以遇到人魚嗎 對 這實在是很荒謬 因為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都想說去澎湖 去澎湖 我們在澎湖 不知道說竟然還有人魚的傳說 現在也是被人家發現 就是說原來叫清朝 最早說在清朝 就是有一個文學叫范學朱 他曾經在澎湖三十六島歌裡面 就有寫過 南宇原有繳人柱 後以風掏居時千 然後澎湖南宇曾經有一個繳人柱 意思就是說有這樣的類似 一樣是漁尾人聲的情況 然後後來因為風浪 實在太大一個情況之下 然後搬離了那個地方 那到底是喝酒水 阿民要出來看 可是這樣恍生誤以為 還是真有其事 那現在難道我們去澎湖 還看得到這樣子的鞠魚嗎 沒有 鞠人族 並沒有 他們說後來是因為 就是清朝在台灣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戰爭相關的事情 那一些鞠魚都已經被 已經被擊滅了 所以目前為止是沒有的 那不管有沒有 事實上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人一個傳說 從美洲 亞洲 各個方面連歐洲甚至都有 那一樣都是所謂的人頭餘生 只是美不美換個人啦 真相不漏網